K.O. 撞球教室 歡迎來到K.O.撞球教室 教你怎麼K.O.對手 很多人都會問我們 二分法是什麼 這一集呢我們將要來解釋什麼叫做二分法 那還有他 在做球上的時候需要注意什麼東西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要怎麼去分辨二分法是什麼好了 你 用球桿去對著動 然後分成左邊跟右邊 這樣子呢其實就有兩邊嘛 他就叫做二分法 那像球台上現在8號跟9號 那你要做球的時候就要注意喔 母球一定要讓 讓他在左邊 這樣子的話才會好做9號 他如果是在右邊的話 這樣子你就要去繞顆星 就會難度就提高很多 那我再 多舉例一些球型讓你們看好了 你看現在這樣子7 8 9 三顆球嘛 看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但如果你 二分法沒有判斷好的話 就會變得很困難 你看球型這樣子比過來 是要讓母球在這邊 過頭一點 他會 做9號的時候會比較簡單 你如果 沒有注意的話 你把母球打來這邊的話 一樣一定也吃得完 但是他難度就會 會高很多 那我直接來打給你們看好了 這時候就要注意喔 讓母球過頭一點點 然後你看現在這樣子 我8號做9號 就會變得 簡單很多 我只要 順順的推去 讓他一顆星彈起來 就可以做到9號了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很輕鬆的把他吃完 我再多講一個球型讓你們看好了 像現在7 8 9 8號呢 其實你的二分法 是要在 左邊的 這樣子做9號才會比較簡單 所以哪怕你現在7號 是 要打比較大力 會比較難進一點 你都要 一定要讓你的母球 彈一顆星起來 到這個地方來 這樣子你做9號才會比較簡單 那我來示範一下給你們看 今天講的這些都是一些二分法的 基本觀念 但是呢你如果每一顆球都注意到你的二分法 你要注意母球做到左邊還是右邊的話 那我相信你的 球技一定會突飛猛進的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希望你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另外還有我們的個人的IG以及臉書的粉專 都幫我們追蹤起來吧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五 Ça 我是 喜歡 如果 你 falты